后妈一巴掌扇在女孩脸 然后把她强行拽进厕所 门后传来阵阵哭嚎 透过门缝可以看见女孩蜷缩在角落 被后妈拳打脚踢 门外的女人看不下去了 趁后妈一个人在厕所 女人先把女孩送出去 然后拖来一个维修牌立在门口 等人们发现异常 后妈已经惨死在厕所里 警方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死者被活活捅了二十多刀 血流了一地 凶手还在现场留下了几张卡通贴纸 警察调查起了监控 直勾勾看着监控 手里挥着玩具 表情挑衅 前夫想起来了 凶暗现场的贴纸上 印的是女儿生前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奥罗拉公主 而女人手中拿着的 是女儿经常把玩的公主魔杖 女人的手段为何如此残忍 一切得从一年前 六岁女儿的惨死开始说起 那天女人因为临时有事 抽不开身去接女儿放学 便将女儿暂时放在工作的店里 不料女儿在回家的路上 被一个恋童匹骗上车 随后被暴力侵犯致死 女人永远忘不了 她在见到女儿时的场景 那会用软弱的声音喊着妈妈 会朝她撒娇的小小的孩子 赤裸着遍布伤痕的身体 被扔在恶臭的垃圾堆里 那情景触目惊心 让女人痛苦到发疯 然而更让女人痛苦的是 那个奸杀了女儿的恋童犯 并没有受到她应有的惩罚 她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委托了律师 以精神病人的名义进了精神病院 只待治疗期满 便可恢复自由身 继续她的富二代生活 女人上诉过 争取过 可法律给不了她公正 她什么都改变不了 悲痛和愤恨日积月亮 她的脑子里 渐渐只剩下一个词 复仇 那些害死女儿的人 有心或者无意 直接或者间接的凶手 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而女人第一个杀掉的 就是商场那个恶毒的后妈 那被毒打的小女孩 是女儿的朋友 女人想 欺负孩子的都该死 这起血案 只是这场复仇计划的序幕 接下来女人第一个要报复的 是那对把女儿 她的孩子赶出了门 女儿也不会出事 女儿出事后 女人换了工作 可这俩人没有任何愧疚感 女的依旧对她遗旨气势 男的依旧想占她的便宜 女人想 这些人都该下地狱 韩国人是怎么做面部护理的 只见明媛躺在床上 脸被涂上厚厚的石膏 直露出鼻孔透气 接着女人轻轻搅动剩下的石膏 让明媛把手伸进去做深度护理 然后用保鲜膜缠住明媛的双手 一层又一层 速度越来越快 明媛察觉不对挣扎了起来 女人不顾她的抗拒 身腿一胯直接骑到了明媛身上 将石膏全部灌进了她的鼻腔里 接着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直至她窒息而亡 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留给他们的 又是一具死状凄惨的女尸 他们将这惨烈的死状 和明媛的小三身份联系起来 推断这是情杀 而另一边 女人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明媛的情妇 那个情妇自诩情长浪子 在之前就骚扰过女人 女人没费什么手段 就让她迷上了自己 随后用一瓶毒药 干脆利落解决了她 等到警察发现情妇尸体的时候 她已经换了一副模样 只见她赤身裸体披着一头婚纱 而额头上贴着奥罗拉公主的贴纸 当警察和媒体 还在为这诡异的凶案现场 疑惑震惊时 女人又开始了她的杀人行动 这回是个出租车司机 这个司机曾在那天晚上载过她的女儿 却因女儿说自己的车费还差两块 就在人机罕至的半道上 狠心把孩子赶下了车 女人用电机棒击倒了司机 再将塑料袋绑在她的头上 用手铐扣住她的双手 最后将车子推下了台阶 第三个复仇对象 是一个脑满肠肥的胖子 对于这个胖子 女人很费了一番功夫 她装成孤苦无疑的朝鲜人 去胖子家烤肉店吃饭 楚楚可怜的模样 很快引起了胖子的注意 胖子已提供工作为诱饵 诱骗女人去车里想要发展关系 女人趁她意乱情迷之际 用烤肉店的剪刀 没收了她的作案工具 见到胖子破口大骂 女人还打开电话 让她和电话里 同样出口成脏的母亲 互骂一通 一年前女人在去店里接女儿的路上 这个胖子正是用这样的脏话骚扰她 那天明明是胖子先撞了她的车 却对女人破口大骂还试图调戏 女人恨极了她 要不是这个胖子纠缠不休 她不会那么晚去店里接女儿 女儿就不会被同事赶出店 也就不会孤苦伶仃地死在外面 另一边 警方已经通过几起凶案现场的贴纸 推断出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而前夫知道女人不会停手 警察的职业道德压过了她对妻女的愧疚 前夫指认了女人是凶手 警方顺着前夫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女人的下一个复仇目标 是那个威廉同犯辩护的无良律师 知道自己被警方锁定 女人也彻底豁出去了 她费尽心思成为律师的情人和她回了家 律师为太多妇人做过辩护 她早就忘记了那个被奸杀的女童 她甚至毫不掩饰跟女人吹嘘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女人 她趁律师打游戏的时候 抄起落地灯便砸了下去 男人想和女人玩些男女之间的小游戏 没想到女人突然抄起落地灯砸得她头晕眼花 男人很快起身拽住女人的头发 一巴掌扇到人后连踢带踹 然后狠狠掐住她的脖子 却不想女人突然像变了个人 男人一愣 女人抓住机会迅速反击 趁着男人要报警的时候 女人费力地爬起来 用酒瓶将她砸倒在地 随后把男人五花大绑 装进箱子带出了房子 等到警察匆忙赶到时 女人已经把律师带到了郊区的垃圾填埋场 不仅如此 女人还给电视台打了电话 道路被文讯而来的记者堵得水泄不通 女人要告诉全世界 她的女儿惨死 而坏人逍遥法外 今天是她女儿的生日 也是女儿的忌日 去年的今天 六岁的女儿被侵犯致死 最后被丢在韩国最大的垃圾场 而杀人犯却因为律师的辩护 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 女人一会像孩子一样 哭喊生前的痛苦 一会又像母亲一般 语气里满是凄苦和悲痛 闪光灯的映下 女人坐在起重机内操纵按钮 被绑在起重机吊臂上的律师呼上呼下 所有人的心也跟着悬上悬下 地上的前夫看着上面崩溃的妻子 似乎听到了女儿的哭声 愧疚和无力感裹挟了她 这是女人对坏人的报复 也是在惩罚她这个不尽责的父亲和丈夫 前夫大喊着女儿的名字声声忏悔 而上方的女人听得泪流满面 警察趁着这对夫妻沉浸在丧女之痛中 悄悄从背后出击把女人制服 律师也被解救了 经过庭审 女人被判终身监禁 但由于在极起杀人案以及庭审的过程中 女人多次有精神不正常的举动 并且她在垃圾场孩童般哭喊的模样 已经被电视台大肆播报 女人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 要先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警方不知道 这正是女人报复计划的最终一环 因为那个奸杀了女儿的恋童体 就关在这家精神病院 最该死的人必须死 最终 女人用前夫带进来的刀片 狠狠划开了那个杀人犯的脖子 看着这个畜生神情惊恶地倒在血泊中 女人如释重负 接下来 该了结最后一个罪人了 女人毫不犹豫将刀片抹向了自己 是的 复仇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她自己 是她没有照顾好女儿 是她没有做好一个负责的妈妈 从女儿惨死那天起 她也给自己判了死刑 这个复仇的母亲 走得绝望又决绝 然而 奥罗拉公主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被解救的律师出差回国 毕生潇洒 而她不知道前夫已经埋伏已久 前夫选择回归她原本的身份 不是前夫 不是警察 而是一个父亲 妈妈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而这回法律制裁不了的 就交给爸爸吧 这场害死小女孩的滔天罪恶力 所有的推手都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然而但凡有一个人发一点善心 女孩就不会惨死 人生在世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一个小小的善举 会对别人的人生有多么大的影响 所以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